12月22日 高丽国际发布报告显示 截止到2021年底 北京甲级写字楼和新字市场 最重要的两个新增供应板块 CBD和新区中复地块和立泽商务区的 大部分在线项目均已入市 这意味着北京市场的第二轮供应高峰期 已经基本结束 高丽国际华北区研究部董事陆明表示 更合理的新增供应量 能够一定程度上 平易由于新增项目集中入市 给市场带来的冲击 不至于在短期内快速推高空置率水平 而导致市场参与者出现误判 数据显示 2021年北京甲级写字楼近吸纳量 近114万平方米 其中前年5000平以上的大面积成交 以互联网科技类企业为主 去年四季度19.4%的空置率 已经成为历史 截止到目前 写字楼的空置率已经降至15.1% 高丽国际预计 从2021年到2024年 北京市场新增供应量将逐年递减 且从2022年开始 市场进入去化周期 空置面积将逐步被市场消化 但从租金表现看 尽管旺金九仙桥 CBD个别自市场的租金回升速度快 但从整体市场租金来看 租金仍在底部徘徊 2021年下半年几乎跌回到2012年的租金水平 第四季度平均租金维持在340.4元每月每平米